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2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 第二集我是310 这个上一集呢 是打到和巨像的最后一场BOSS战之前 也存了个档 那么接下来呢 就看和巨像的最后一场BOSS战 先是从这个T子上去 然后顺着锁链爬下去 这里这个四个大兵呢 就用LA加方块就可以了 可以打出比较高的连技术 61 然后这边呢 两个箱子可以补给一下 因为接下来要打BOSS了 这里这个断桥呢 迅速过去 然后这里呢 贴边滚一下 触发巨型 为什么要滚一下呢 因为这样可以多走一段距离 等到触发巨型以后呢 立即再滚一下 就可以躲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样贴边过去呢 他有很大几率再出这一招 然后咱们就可以趁机上去 对吧 给他一些攻击 然后他挥手攻击我们呢 就用这个 波赛东之怒扛过去 这个波赛东之怒的时间长度呢 是刚好和这个他的三连击时间一样 所以说这个不要放早 这样放完这个攻击 波赛东之怒的话 刚好可以躲下 躲过他那三下攻击 然后第一次拔剑以后 要注意跳起来 回避他的那下砸地 这个时候 这个雅典娜之刃是回到了初级 然后鸿昏也是全部没有了 然后这个第二阶段呢 大家可以尽量用一下魔法 因为这个第二次拔剑 会把咱们的魔法草给吸干 那就像这样 好第二次拔完以后 赶紧翻滚过去 捡这个断掉的手 用阿姨把它扔过去 不但可以躲开他的攻击 而且还可以重创他 这样就可以拔第三次了 好第三次是把这个绿魂吸掉了一半 这样咱们奎爷呢 是终于拔出了这个奥林匹斯神剑 但是自己也变回了一个凡人 这里呢 就利用这个远程的L1加三角来攻击 利用这个剑气 剑气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远的 威力也还可以 这个时候打的时候 他因为不断会向前移动 所以说要注意脚下 不要跃黄线 看到快到黄线了 赶紧滚回来 这样三个回合就可以打出他的硬直 然后上去 上去用QTE进入他的体内 好这个体内不知道为什么居然会有杂兵啊 这招呢是这个 奥林匹斯神剑的L1加方块 这个时候开始呢 红魂就不用交攻了 所以说咱们要经常注意收集一下 之前拿的红魂因为全部交攻了 所以说完全浮云啊 从这里开始要注意这个耍红魂了 要多用这个连接数高的招式 然后多用投技 投技杀死敌人是加5点的 然后这里的这个蓝颜色的注意不要碰 这里失误一下 直接跳过去就可以了 这里还有一个麻袋 空中的 好 那个虽然红魂不多 这里呢 到这里按一下R1 就可以破坏掉他这一层的这个中枢神经吧 然后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好 这里下来又有一个麻袋 咦 好 打掉了 那这里呢 就要挂在绳索上移动了 这个二代就可以通过X来加速移动 一代好像是不行的 让这边按R1 跳下来 跳下来以后 这里人多的时候 可以多用用L1加方块 这招的最后那一下 4是这个多段判定的 要是往人堆里这个扎进去的话 连技术会比较高 好 这里这个走独木桥 转个弯 到这里 这里还有这个 第二个中枢神经可以破坏的地方 不过之前先要把他的锁链给打掉 才能按R1 好 回去 这里还有一个绿魂宝箱 有需要可以打开一下 不过我这里就无视了 咱们HP还有很多 好 这里的 这两盒便当 这两盒便当 悲剧了 居然没有死在咱们亏野手上 人生的一大遗憾 好 这里跳下来 又是杂兵 四个 这里悲剧了一下 被他逼到这个 找火的这个梁上面 费了不少血 好 这里再贴着这个墙壁 慢慢移动 然后跑到这个柱子这儿 按R1挂下去 这个感觉玩起来很像波斯王子 好 这里先不着急去打那个锁链 先爬到这儿有一个 石化女妖的眼睛 这是游戏当中的第一个 不要漏掉了 让这里的锁链比较多 要多打几下 哎 这个三角按的时间太长了 好 放定 R1 好 把这一层的这个中枢神经也破坏掉呢 来这里提示我们沿绳子爬上去 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绳子 可能比较难跳一点 主要是太细了 很难对准 所以说只要 走到它的正下方 原地磁跳就可以了 爬绳子的时候 不要乱跳 老老实实的往上爬 这个是不能加速的 好 这个绳子比较长啊 好 然后这边跳上去以后呢 通过这几个小平台来到这里有一个梯子 梯子爬上去呢 有一个开关 咱们把它开关拉一下 把上头这个钟摆一样的东西给它降下来 好 降下来以后站在它的这一边 注意方块啊 砍两下不要贪多 两下就够了 让它摆起来以后 再去拉这个机关 让它这个钟摆收上去 这样就可以利用这个钟摆呢 挡住这个聚向两个眼睛的那个光线 来咱们就可以安全通过了 注意要按插加速 摆过来的时候 也是 趁它挡住的时候越过去 好 这样就会来到最后一个中枢神经这 这个一开始的方块方块三角三角 这个连击数比较低 所以说一轮破坏不掉 需要两轮 好 最后一个中枢神经破坏掉呢 这边 巨像也是 快挂了 嘴巴都张开了 咱们赶紧从这个嘴巴 嘴巴里跳出去 来这里我犯二了一下 赶紧赶紧暂停 Restart 好 这个大家什么都没看见哈 最近玩神话呢 这个Restart也是非常熟练啊 你看有什么不对 赶紧Restart 现在感觉神话的那个迷世的噩梦还是挺有研究价值的 挺有意思 这里奎耶说哎你们看到了吗 奥林匹斯众神你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明吗 哎这个时候就被这个如来神掌给排中了 亏耶这个时候呢已经失去所有的神力 把亏耶已经变成了一个凡人 被这个掌拍了一下以后呢 他就鲜血淋漓快挂了 他知道如果想要活下去呢就必须夺回这个奥林匹斯神剑 那这里是口吐鲜血 身上的这个铠甲也是一块一块脱落了 这里奎耶的力量已经全部被这把剑给吸走了 为了使他不在这个自己的军队面前丢脸 这个奎耶是拼进了最后一点力气站了起来 哎这个老鹰又出现了 好这里咱们是冰死状态 所以说之前我没有开绿魂宝箱也是有原因的 反正这里也会进入这个冰死状态 这里按方块按三角这个挥刀都是挥不动的 然后按右摇杆翻滚的就是刚才那样一个猎切 所以只能推左摇杆缓缓移动 然后走到这个靠近奥林匹斯神剑的地方呢就会处罚剧情 好这个时候看奎耶不行了呢 咒斯这边就过来了 攻其不备啊 非常阴险 奎耶很吃惊哎你对我自己亲自来收拾收拾这个烂摊子 雅典娜拒绝挽回他的错误 穿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物 你必须发誓永远效忠于我 我不效忠于任何人 那你就让我别无选择了 咒斯这边又说出了这个经典台词 游戏刚开始已经出现两次了 上一次是雅典娜说的 来这里就不要反抗了就让他打 反正是剧情需要 让他逼到角落以后呢他会使出这个投机 然后之后这个圆圈的QT大家也省点力气吧 不用按了剧情需要 肯定被炸死 这是你自找的 本来不可以不这样的孩子 这个来自众神的选择就和众神本身一样 若不禁风 你最后一口气还要反抗我吗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将为你之前的亵渎付出代价 你永远都成不了奥林匹斯的统治者 这个循环到这里结束了 这个循环呢就是三代当中提到的 儿子杀父亲 好然后这个 这个宙斯呢挥了一剑 就把所有的这个斯巴达士兵杀光了 这个就是神和人的区别 我敢肯定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宙斯 好奎爷扬长而去 那个宙斯扬长而去 随着这个奎爷的生命渐渐离去 这个哈迪斯的手臂呢伸了出来 他们想获得这个战利品 但是奎爷他不知道自己身上还肩负着其他使命 奎爷呢他必将震撼这个奥林匹斯山的每一寸土地 他的死亡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这个时候万年的这个旁白终于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好这里奎爷死之前又开始回忆之前的这个 自己的经历了 向这个哈迪斯 啊艾瑞斯求救 然后获得了这个混沌之刃 然后又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误杀了 去战斗吧斯巴达人 这里的人虽然换来换去 但是声音一直是盖牙的 现在还不能死 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孩子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奎爷说你是谁 我是泰坦盖牙 大地之母 我一直关注着你成为一个战士 我经历了你生命当中每一段 但是我现在不能袖手旁观了 我们会帮助你打败宙斯 死亡是一种逃避 你是斯巴达的勇士 不是懦夫 懦夫才会接受死亡 我不是懦夫 那你就必须去战斗 我会指引你去找命运三姐妹 有了他们的帮助 你就能打败宙斯 好 这个时候奎爷的伤口呢 就神奇的愈合了 这个伤口也是老伤口了 之前一代艾瑞斯用那个石柱 打中 奎托斯也是在这个地方 好 这里咱们要从这个地狱 爬出去 这里全部是手臂 用方块轻攻击就可以了 两下就可以把这个手臂全部打掉 还可以获得很多绿魂 这里还有一个没砍掉 这一段除非是这个泰坦难度 一般来说也不会死 因为他们掉的这个绿魂补给是足够的 但是泰坦难度就要小心一点 好 这边往上走 这个是三角攻击 还是比较强力的 两下挥完 砍掉这些手以后就赶紧走 要不然这些手还是会长出来的 非常恶心 要是被加工就比较麻烦了 他们会让你不断出现硬直 最后再往下打一下 获得一些绿魂 把血也给毁满 就走出这个洞口呢 这个地面就神奇的复原了 好这里有非常多的尸体 但是有一句呢是这个炸死 就是这个 奎爷的副官 我的主人 我知道你不会被杀的 我从来没有放弃希望 回到斯巴达 准备好战斗 但是我们的弟兄们都死光了 但你不是还活着吗 你还能战斗 斯巴达人是不会投降的 按你神说的话去做 那你呢 我去找宙斯 看来奥林匹斯还有我的盟友 好这边这个存档点 咱们无视去找这匹飞马 这个天马派克萨斯 天马这个东西 大家一般都是看 圣斗士星石认识的吧 不过那个动画片 好像对天马的来历没有交代 回到奥林匹斯山上去 你这个畜生 我必须去找宙斯 你居然敢违抗战神的命令 你已经不是战神了 奥托斯 宙斯 奥林匹斯山 还有那把走了你神力的剑 现在一切都遥不可及 你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去找命运三姐妹 然后回到宙斯背叛你的那个时光 只有这样呢 你才能真正击败他 为了成功 你需要更多的帮助 不仅是从我这里 我的泰坦弟兄们被囚禁于大地各处 你去找他们 他们现在正等着你 好 这里他教了我们一下这个空中的攻击 然后就是这一段飞行战 这段飞行战在二代当初第一次玩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非常刺激的 被打了两下 这个方块轻攻击呢就是纵向的灰 这个图皮是随机的 这个方块轻攻击是这个纵向的灰 然后插时往前钻 L1和R1呢分别是左右翻滚 然后三角形是横向的灰 那圆圈就是投机了 出现提示就可以用投机干掉他 对脚婴兽 这个长得非常 这个是施旧吧 这个很像魔兽世界那个设定 好 这个这里的弓箭需要稍稍躲一下 不过人品不是太差 一般来说不会被射中 只保持移动就可以 好 这里有两只 先不要冲上去找那一只的麻烦 专心干掉这一只 再往前冲刺 那天马的这个莱莉呢 是当年这个英雄 希腊神话的英雄 霍尔修斯 这个家伙在战神2之后 会作为一个悲剧登场的 这个霍尔修斯呢 他是杀掉了美杜莎 然后从这个美杜莎的血泊当中呢 跳出了一匹长翅膀的麻 也就是这个派克萨斯 那这个霍尔修斯呢 就骑着这个飞马 回去领赏 土中呢还顺路救了 自己的这个未婚妻 将来的妻子 叫什么安德洛莫达吧 好 这只老鹰呢 要提前钻过去撞他 要不然等他撞你呢 你就会被打下去 然后有一个QT 让你爬上来 所以说要先下手为强啊 好 这里出现了这个 拿这个命运之枪的敌人 这个武器以后 咱们也是会获得的 这里呢 需要躲避一下 这个攻击是固定的 前两下是左上角 左下角 躲在左下角就安全 然后第三下呢 是要躲到上面 然后最后一下 还是左下角 后来这个天马是 回到天上呢 就被宙斯提拔 成为了这个天马 之前他只是一匹 这个长翅膀的马而已 还没有成为星座 好 这里来到了一个 叫做泰坦的巢穴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这里听到了 这个声音 他说 谁敢闯入我的领地 这里就是这个泰坦 提风了 好 这些这个蝙蝠路锅打一下 这里泰坦提风呢 就把这个天马给压住了 咱们这边呢 先不着急前进 往下走呢 有这个两个宝箱 一个是红魂 一个呢 是这个第二颗 女妖之眼 然后这个红魂也开掉 这个红魂比较少 毕竟是游戏初期嘛 然后这里的 空中的这个鸟人 就直接空中投机 加地面投机 终结他 这边我记得还会刷几只吧 好 等他刷出来 投机 再接投机 这边跳起来 不小心掉下去 OK 这里的绿魂宝箱 咱们先留着 以后回来可能用得着 好 咱们把这个 他的手指给他打退 走过去 然后这边 盖亚告诉我们 现在是不能继续前进了 咱们需要 找回这个天马 把这个天马救出来 才能前进 然后这里 这个 崖壁上的攀岩 刚才有一个直接被打下去了 趁他没有站稳 好 这边 这个靠近的敌人 被他绑住呢 就左右推 这个左摇杆 这家伙居然还跳过去 咱们跳过去 直接把他压死 这个落点 如果正好是 这个敌人的话呢 为了避免 这个游戏出现bug 他就会直接把 这个敌人干掉 好 这个天花板上面 如果要刷连击数 可以多按几下圆圈 不用直接 把他扔下去 我这里是节省时间 反正刷连击数 之后也可以刷的 这个天花板上的投机 范围还是比较远的 就像这样 每个可以这样砸五下 好 按住阿姨 滑下去的时候 小心这家伙 这个家伙 他经常会卡住你 然后有时候就运气不好 就掉下去了 天花板上的投机 他是用炼刃挥出去抓的 所以说这个范围比较广 不像在这个攀岩的时候 他是用手去抓 好 这里这个存档点存下呢 这个第二集 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